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说实在的 其实在台湾现在这样的社会里头 已经很难得能够听到像阿嘉莎妹妹这种声音 好 那今天要跟我们介绍什么书呢 介绍 上次我不是介绍《丝绸之路》吗 瞎说八道两极 然后我马上就 你们这边一放 然后我那边 我有一些朋友 在大陆的朋友 就纠正你吗 就翻墙过来跟我说 哎 错了 然后我说 哪个错了 哪个错了 就上次我们瞎说的时候 说那个萨马尔汉 然后我当然说 在伊朗 就瞎说 因为我记得地图就在那边嘛 结果在乌兹别克斯坦 然后对 还有 还有 我们叫乌兹别克而已 对对 还有你那次不是问我秋辞 为什么写作那个乌龟的龟 对对对 我其实心里面是有答案的 你有吗 然后我后来去查了 我觉得我的答案应该是对的 你快说一下你的答案 因为古时候的念法不一样 因为秋 其实秋古语 就是譬如说唐朝它可能念的比较接近枯 然后呢 所以你看乌龟的龟 我们台语的念法比较是古语 也是念枯 所以是不是很接近 对 枯 是不是很接近 但有可能在语音上有这样的一个连续 对 其实它是很接近的 我在猜是这样子啦 后来我看它其实有很多的写法 对对对 我就想 里面的确是有秋 我想跟你说就是 过去文献中有大量的写法 包括你说的 为什么不写成山丘的秋也有那个写法 都有 那山丘的秋也是念枯 所以说我觉得你用古语去念 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是龟变成秋呢 差很多对不对 那因为枯后来也变成了秋了 是 可是其实那个年代念的音啦 它可能比较接近哭 这样的音啦 就是语音的这个流变 真的是非常复杂 比如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放在古代 都没有一句话听得懂的 是不一样的 不要古代可能一百年前就不一样了 对 完全不一样 可能一百年前的北京讲的话 不 几百年前 可能清朝以前啦 在北京讲的话是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 我之前看过有很多 比如说有很多人做那个拟音 就是说唐代可能怎么念声音啊 魏晋怎么念啊 就宋代的时候怎么念啊 是是是 你完全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啊 对 所以你唐代那时候可能 比如说比较接近现在的闽南语 或者是五语的声的那个讲法 所以音乐学这个学科 真的是非常复杂 很难 你要是很精深去研究那些东西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浩瀚的东西 需要去研究了 好 对我们还是应该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讲这个 是因为要更正一下上次的错误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应该严谨的对待这件事 虽然是在电台里 大家就是在随意聊天 不是一篇学术论文 但是还是要对那些 还是要负责啦 不能有明显错误 因为大家 尤其是我自己啊 我就是一个这世界上未知的事情太多 自己的这个无知呢 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是无知的 然后就开始无边漫幻的瞎说霸道 就随意的讲 或就你的记忆 有时候记忆就是会 记忆完全是偏差的嘛 对对 一定会出差错的 其实我每次都有刊物 就是在在电台里做的什么 然后你们在那个YouTube上可以搜到的时候 我在我自己的脸书上转 我都会上面标上哪一句错了 哪句错了 在上面会做一个暗语 对 即便这本书你才刚刚看过 然后在电台里头讲的时候 还是会讲错 还是会出差错 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是一定 我觉得所有的 我熟悉的朋友还不熟悉的朋友 就是如果说我哪里讲错的 一定要告诉我 然后这样我们就 我也就可以随之成长 因为所有人大家都在学习中间 然后丝绸珠珠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新的 因为我过去都是瞎玩的嘛 然后这次我带着我的文史哲先生 他非常要认真的对待每一段历史 然后做非常复杂的研究 现在还在看 每天都在研究历史 好好看 就是我觉得他 他在这方面就比我严谨很多 谢谢这个阿加莎的妹妹 之前跟我们介绍思路心史这本书 你没介绍我也不会去买这本书来看 这是非常通俗的学术著作 好好看 我觉得很少见 因为你现在看到学者写书 你很难看到 就是能看得非常饶有欣慰的去 像读一本小说那种感觉 OK 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 就可以讲一个 新疆我喜欢的写作者 OK 好哪位呢 他叫李娟 就现在新疆 这非常有名了 他现在已经非常有名了 对啊 火很火 在台湾也很火了 对对 因为台湾出了他很多书了 羊道啊 东牧场啊 什么我的阿勒泰啊 还有什么 我记得他还有比较著名的 就是他写他妈妈来台湾的那个 台湾的那个什么 记忆万二三 就是有一本书 上面有一篇文章叫 台湾记 讲他妈妈自从来到台湾之后 如何喜欢台湾 然后回到新疆 把所有的话题 在三分钟之内 在三句话之内都引到台湾 说人家说什么好吃 哎呀 还不如那个台湾拿奶奶 什么东西的 什么好吃 真的 我们还很向往新疆的美食呢 因为我还没去过 非常想去 你真是应该提前 二十年在之前去 二十年 二十年前我在干嘛 就是年轻时候游荡新疆很美好 二十年前我在剑桥 剑桥也很美了 真的 好快啊我的妈呀 已经二十年了 吓死人了 哇时间怎么又过这么快 千万不要再算了 好这位李娟 既然在台湾大家都已经这么熟悉了 你怎么会想要再介绍他呢 就是因为 其实我在那个旅行的路上啊 然后不断的接近很多地方的时候就回忆起来之前我因为五次去过新疆 然后每次有不同的人事交往 然后哪些朋友就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你在路上他们就在风景中间飞掠而过 所以所以我就我其实在那个路上还写那个别人约的专栏嘛 小小的那种小作文 然后会在路上就顺手 你因为你脑子想什么你就可以顺手写什么嘛 所以我就在路上还写了李娟 然后就是这边的专栏 那我回来 回来就是做这个我们自己家的电台 我们不是有一个叫昨日世界的电台吗 就访问量也不高的一个电台 但是我们还很认真啊 在上面做了很多集思路 就四手之路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第四集了 那是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会踩边我们当时在思路真正的 比如说在峡谷里的声音啊 陀林的声音啊 就是会把那个会当地人交谈的声音啊 会放简单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交谈中间 所以就是探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后期制作者嘛 我们我们一直在家做这种有声的声音 像纪录片一样的声音 所以我们大概会做十集左右 关于四手之路 会那个上面就会所有醋都会被修正 大家可以到我们那个网站啊 gassas.inc上面去听那个我们很严谨的做出来的 没有那么活泼和有点拘谨啊 但是真的会采集 比如我们到高昌故城会采集他们那里的那个 少数民族的乐器的声音 热瓦谱啊 他们弹波琴啊 你想在空旷的一个几千年的遗址那儿 然后一个老爷爷坐在那里 然后再弹热瓦谱 然后那个声音多好听 好棒啊 我们做的那个片子里头都把它作为那个音乐的那个背景声 就是 所以大家可以去agassas.inc上面去找我们的这些做的音频 好那接下来跟我们介绍李娟 李娟其实跟我差不多大 他比我大几岁 那我当年认识他是我二十多岁 他那时候也不到三十岁 所以说就是他就是一个 那时候是个寂寂无名的本土写作者 因为只有新疆知道他 谁他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他十九岁的时候 跑到那个当地的那个杂志社投稿 那时候只有人工投稿这种 你拿了一摞纸去跟编辑说我写了一个什么 然后他那时候人编辑看 你知道他都是什么 就是他们他是开小卖铺的 妈妈开采缝铺 家里那个纸张都是参差不齐的 就什么包装纸的背面啊 烟盒的背面 它还定在一起 天哪 拿了那个人一看 这是什么 结果当时的一个编辑叫刘亮成 这是在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写作者 他写过一个人的村庄 我小时候就看这个书 那他也是有一个工作的 就是一个杂志编辑 那这个东西拿到他手里 他就看 你别看那个纸质不怎么样的东西 但是他人在新疆不是吗 他是在新疆啊 然后东西拿到了新疆的一个出版社 新疆的一个杂志社 文学杂志 他就找到最近的一个杂志社 结果没有想到辗转到了 你刚刚说的这个人的手里 刘亮成就是这个杂志社的编辑 就在这也是新疆人啊 新疆的写作者 他很著名的一个信 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了 OK了解 好继续 这时候他拿了那个东西就看 天哪 他就写了他们当地的一些树 一个描述树的一篇作文 在我看来就是一篇作文了 然后那个编辑觉得很惊人 天哪 这种语言没见过 然后这当时刘亮成说这是野生的文字啊 因为一个小女孩怯生生的过来嘛 他就打给他的同事看 他同事 这时候李娟已经走了嘛 同事看着说 啊你说这是一个小女孩写的 不可能 那些同事都不相信这件事 真的 就说肯定是抄的吧 然后这就刘亮成说 你用你的脑子想一想 你在现在看到那些发表的 那些大家的文学作品 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文字吗 去哪抄啊 他说他抄谁 这时候就刘亮成就说 等于说就是他发现了这个人 所以他这个 他欣赏了他的李娟厉害的原创力 对 他就觉得这是没见过的东西 然后这时候 因为你和编辑建立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关系 他就开始不断地从 那个阿勒泰的那个角落的那个地方 小小裁缝铺不断地记 他在妈妈不太注意的时候 自己偷写 因为他当时还不太想知道 就是他在家里创作这件事情 结果他就那个杂志不断地收到他的东西 慢慢就篇幅越来越多 就在他们杂志有灯了 这时候刘亮成要编一个系列 叫住居新疆丛书 就是住在新疆的一些写作者 那我看到刘亮成写的这个序言里头 对李娟有一个严重的一个推荐 就讲他当时是怎么认识他的 然后我觉得 他有一段我写的真实 我觉得刘亮成写的太好了 他说 李娟的散文一片片从阿勒泰的山区寄来 大多写在一些不规则的纸片上 字也细小拥挤 但并不妨碍他文字的遥远光芒 我能为读到这样的散文感到幸福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了 那些会做文章的人 几乎用全部的人生去学做文章了 不大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 而潜心生活 甚有感悟的人们又不屑于写文字 文学就这样一百年一百年的 于真实背道而驰 哇 这个判断 就是他觉得现在大家都在学 就是学做怎么写好文章 但是他说刘亮成的说就是文学就这样一百年一百年的和真实背道而驰 那我觉得他这个评价实在太棒了 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做的裁缝 卖着小百货 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与新奇 一个人面对整个山野草原 写出自己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 就你看他对他一个非常棒的评价 非常高的评价 对这本书给他节级出版的时候他当时只有21岁 李娟只有21岁 对这是他最早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本书 第一本书 所以他十几岁就开始写 对 然后他遇到伯乐了 对就是刘亮成 是 刘亮成 所以他第一本书是这本九篇学 对其实就是散文集中间一个名字的 是 他就是我特别我当时你想我才二十多岁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也很激动 就是因为刘亮成这篇文章 这篇序言里头写的 他相信每个土地上都会像长出麦子和包谷一样 长出自己的言说者 我当时就很震动 因为我也是一个不太大的一个人 就觉得 就是人是可以成为这个土地的言说者的 对 就像而且你要自然到像长出一颗麦子 他形容李娟形容这个我就觉得形容得太好了 就是我后来我在新疆遇到李娟的时候 他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 默默无声的 然后就是 就是站在那里 然后好像受我们检阅一样 因为北京来的什么 我除了我之外 除了我是个学生 其他所有人都是有名头的学者 文学研究大的收 比如说主流文学杂志的编辑 就是那样 他们过来开天山文艺论坛 你跟他们去 我是就跟着小 就是一个年轻学生 就跟着去参加这样一个很闪耀的会 其实我的核心是为了去新疆玩 开会不开会 你就跟着这个团去了 就是其中有一个老师就说 你要不要参加 我说要要要 因为我知道 定要要是我也说要 因为要去北疆 我知道 卡纳斯太棒了嘛 所以说我们当时在路上 我们怎么样跟李娟有了一个关系呢 因为这个行程是没有李娟这个行程的 就在路上有一个开车的司机 那个司机是谁 也是个作家 也是个新疆出生的作家 但是后来在北京生活了 写过非常多著名的小说 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 他当时就开着车 因为大家为节省资源 两辆车就坐满了人 就那样 他就说 就大家聊天 路上嘛 戈壁啊 那个荒漠啊 就是大家就闲聊文学 他就说 其实呢 大部分的那个作家 我也看不上 那个作家 本身其实也很著名了 他说 新疆的写作者嘛 其实车上有很多新疆写作者 他说 我只喜欢李娟 就一车人 除了新疆本土的人 知道这个名字之外 所有的文学研究者 所有的杂志编辑 就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 你想 他的声明没有出去 所以他就说 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李娟 没有人知道 都还不知道 OK 对 就是大家 大家在车上听到这个 因为他那个人是一个 从新疆出来的作家 然后讲这么高的评价 他说他只看得上这个人 对啊 而且一说还非常年轻 说三十岁左右 而且当着一车 新疆的作家嘛 那大家都OK 眼睛一亮咯 我们这些外来的人 就是说 那好想知道他 就是啊 是不是 讲得上了 对啊 所以那个车 就是他说 其中车上有一个人 他也是个新疆小说家 他还是有一个官职的 他说我知道 他说李娟 现在不在那个裁缝铺了 他说因为他出了这本书 然后新疆 就把他调到一个 一个政府大楼里 好像是个文职人员 就是打打字员 OK 其实就是有一个 正常的收入的一个人 是 也并没有让他 从从事文学工作 OK 就是他说 其实我们现在 当然我们开车在路上了 说现在我们车行的 这条路离他非常近了 哦 对 所以你们就临时起 一弯过去 这个时候就从那个 主路上就岔下去了 不知道岔到哪个县程 大家就同意了 去见他 满车人都说 好好去看一下 走 就大家都很有兴趣嘛 一定要那个目的地 不是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说先去看一眼 李娟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时候 我们开车快要到 一个院子的时候 这个老师 就车上了这个 新疆的本土的 这个老师就开始联系嘛 说李娟在不在望身 说在在在 上班时间嘛 然后他说 好一会他就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下来哈 来了一帮北京的老师啊 就这样 我们就想啊好啊 我可以亲切的一个交谈 那事实上是 我们到了以后 然后一个电话 他就从那个大楼 那个大楼台阶 我还记得 就非常多台阶 就外面 一个台阶 他快速的跑下来 然后站在我们面前 我们当时 因为有十个人左右 大家一字排开 就像剪彩一样 那个场景非常滑稽 就是他 前面都是那个 年纪大一点的 就是长者 然后我站在队围 然后他就一个人 一个人的握手 过来握手 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这么临时 然后他完全没心理准备 他那个完全是 惊慌失措的 一个小鸟的状态 他站在那里 吓坏了 北京来的 他嘴唇在发抖 你可以看到他在抖 然后他两只脚 穿着布鞋子 两只脚 那八字 然后互相踩着 然后手不知道放在哪 一直拽着一脚 我们当时想 这小女孩吓坏了 肯定是 他跟我是同龄人 我当时就觉得 我有责任去解救他 他站在那里 一句话不说 大家都很尴尬 就是你问他话 他不说话 这算什么 他说不出来话 他说不出话 他都要哭了 好可怜哦 我当时就 我们就解散 就是那个一字排开 对我 大家就松了 然后就各自 就大家看旁边 对 实尴尬的 我就走到他跟前 我就 因为我已经跟他握过手了 最后一个握手的人 然后我就想 我说点什么呢 我对他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说什么 对啊 然后我就 因为我本能 我就指院子里 我说 他们院子的 因为新疆树很特别 我说这树长了 因为我没见过 我说这叫什么树啊 我想这总知道吧 这些上班嘛 结果这也是个难题 他又 还是抖着双唇 然后说 不知道 天哪 我想这个问题也失败了 然后我就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然后他看着我 又有点失望 然后他想了 想了一几秒钟 那种状态 就说 好像叫风景树吧 一种树叫风景树 显然我觉得不是 但是我也没说什么 我说好好好 风景树 风景树 然后大家就站在那里 不要说什么 介绍我们一个老师 看这个场面 这怎么办呢 明明是让他来认识 这些外来的人 大好机会呢 他说 这样吧 李娟 然后李娟赶紧就走过去 董老师怎么回事 董老师 然后终于说了一句话 然后董老师说 你要不然你把你 评书写的东西 打印一份吧 打印就是打印 打印出来一份 对 他就如释重负的 快速离开了我们 跑到那个 又快速那个台阶消失了 然后十分钟之后 大概 我们就在那等 然后他又快速的跑下来 然后真是一路小跑 你会觉得他很紧张 就觉得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 他拿了一路影印的那个东西 就分给我们 我们上车以后 大家也如释重负 因为不知道说什么 你们也不想把他吓坏 可是他就已经被吓坏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在车上就一直特别自责 我说这些北京来的 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一个个都那样 然后站在那把一个小女孩 吓成这样 这时候大家都在 很认真的 毕竟都是喜欢文学的人 一车人 每个人分了几篇文章 再看 那我手上也拿了两篇 每个人都被 他的叙述带走了 就是我看到 那个什么 那些珍贵的事物里头 讲他妈妈买的珍珠兔 什么 就是很日常的东西 没什么特别的 就没有一个词句子 是一个特别的句子 但为什么他那么精彩好看 还有还有一篇文章叫在河边 然后我看完自己又跟别的老师交换 昨天在那个漫长的那个荒漠行李上 然后就读了非常多的李娟文字 这时候开车那个老师也很忐忑 因为他很害怕 大家说并不好啊 怎么 因为见面的并不顺利 文章如果看了再没有好的反应的话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讲 当我们大家都说 真的太棒的时候 他也如释重福 他说 我刚才推荐了这个人 没想到见了他 然后我很害怕 大家都并不觉得他好 我们说他们 我们觉得真的很好 然后那个时候是2006年 那是我第二次去新疆 然后我在路上就想 一个同龄人 他长在这里 然后他是 因为大家介绍他的那个小背景 说跟妈妈在那个牧区 跟着那个哈萨克人转场 就是哈萨克人跑哪里 他们才做 生意就做哪里嘛 因为人走了 他没生意嘛 所以东牧场下牧场的 不断地跟着流洗 所以说居无定所嘛 好有意思 对对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郑立文 在我们现场呢 为大家请到阿加莎的妹妹 因为之前呢 曾经跟大家介绍了 去新疆的游记 也介绍了 思路新史的这本书 那么在新疆上呢 当然也跟大家继续的介绍 这个现在已经是在 两岸呢 非常非常火红的 年轻作家李娟 那么当年呢 刚刚呢 阿加莎妹妹讲到了 他们当时第一次见到 李娟的情景 一帮子来 来自于北京的大老师们 把李娟给吓坏了 真是把那小姑娘吓惨了 然后但是呢 你们看到他的文章之后 还是惊为天人 是 我后来过了好多年的时候 在北京的时代美术馆 见到 我很喜欢看美术馆 然后结果去美术馆看展览 发现有活动 就跑过一看 李娟在讲话 现在天哪 真是交谈自如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就谈笑风声的一个状态 从非常声色的 现在已经很自信了 也习惯了啦 因为场面见多了 对 去了好多地方了 也来台湾好多次 是是 因为有出版社出大书 就邀请他嘛 对 他就变成就是真的非常受欢迎 他的文字让大家都喜欢 但是我听说啊 刘亮成说 李娟后来写的当然好 但是再也没有他19岁的时候 那种文字 不一样了 对啊 不一样了啦 人还是在长大嘛 对 刘亮成说他最喜欢的 还是李娟的第一本书 对对对 因为那是没办法 没办法复制 因为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啦 对啊 但我们也希望一个写作者 能够过到相对好的生活 不让他永远那个 很颠沛 对吧 而且你本来就人会成长嘛 是 对不对 那他的文字 也要忠实地反映他人生的状态 就是我想也是太多人邀约了 就是开始不像过去是自然的 去写出一个东西 而是为了去完成一件稿子 然后是这样的 又不一样 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是我当时因为他在时代美术馆 做活动 我不是故意去的 是偶然碰上的以后 他结束之后 他就坐在那里 沙发休息 我就远远地看他 对他笑 他就觉得我很诡异 他就说 你是谁呀 他一时没认出来 他当然认不出来 那时候他都吓惨了 所有人对他来说 都是一个符号 面目模糊 对 所以我就跟他讲了 那个 那次我们见面经过 他说那次有你啊 太可怕了 然后他就跟我 他就当时他说 我回到办公室 就趴在办公桌上 大哭了一场 好可怜 所有人都在安慰他 他本来开心心地 在房间里头 他是个很活泼的女孩 其实 然后在家里 在那哼着歌 然后唱着 那个动画片的歌曲 他自己描述 就是他唱着 那个儿童卡通片的 那个歌 正在开玩笑 跟同事 找一个电话 让他变成了那样 后来回来 他发现 心灵有没有阴影 他有啊 他真的 他就是 他就跟同事说 李娟我完了 就是 他就自己对自己说 你完了 你这辈子就这样 你就在这打字吧 把一个最好的机会给毁了 他当时就觉得 他可能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机会嘛 但事实上 这个机会并没有 去通过他的文字 是 车上编辑就说 那我回去就把这些文字 发表在那些 什么收获 就是那时候 就是中国主流的文学杂志嘛 那其实那个文章 还是被带走了 对对对 就红了吗 还是个很好的机会 很快就红 就红了吗 其实09年就全国红了 所以的确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改变他人生的机会 三年之后 其实不止了 还有当时什么王安逸 就是很多南方的 海南的地区 也有一些杂志开始 就是那几年 井喷式的在登他的东西 就各个方面 都在登他的东西 然后大家就一下认识了他 他就被从那个 阿勒泰的角落 就是他自己写的 我在一个角落中间 结果就成为一个 一个成果 是 很瞩目的一个人 一直到今天 是 到现在他都 比如来邀请 他说 哎呀台湾自由行不行了 就是这边有出版 东北出版社 又要出他的新书了嘛 然后就 结果就说 你今年要不要来 他说来不了 今年来不了了 对 好 那你要那个吗 介绍他 对啊 我就想 当时 我可以念一下 他很小的时候 写的东西 那真的是很美好 很可爱的 其实这本书里头 我当时 我二十多岁时候 因为我从新疆回来 立刻在一个旧书网上 买到这个出版 非常早 2003年出版的一本书 那我我在那时候 在北京上学 然后我自己看 天哪 那几天看了 真是忍俊不尽啊 写酒鬼啊 写什么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 写抑郁风光的一个人 他表现都是那些 一个土地上 长得最真实的人性 他恰好只是那些少数民族 但是他们并没有 特别的去显示 他是一个特异的 一个东西 他给我们看的就是 都是一颗颗人 一个个人一颗颗心 就是这种 这种感觉 那种美好的人世 然后那种 人在 其实蛮艰苦的 你就看到那种 住地窝子 住的蛮是那个 地窝子什么意思 地下室 地上 挖个洞 你在那个草原嘛 你又没有什么东西 可 你要没有帐篷的话 你就只能往下面挖 就是住在半 就是你在一个 表面你能看到 一个起伏的一个洞口 然后往下挖 挖有一个深的 天哪 很多牧民都住在这样的地方 就是顺便 就是它比较容易 就挖一个洞就可以了 挖一个洞不容易啊 搭帐篷比较容易 挖很久啊 你得有帐篷才行啊 这是 比如说你在土地上 挖一个洞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可以住进去了 对 对 就是这样的 它就处在这样 有时候住地窝子 有时候住 它在这书里写的 比如说住那个塑料 塑料棚顶的 然后它就写得很美好 其实也没有那么美好 但是你它就说 下雨了 它就觉得自己 像一个水母 然后上面有鱼的 那种感觉 你小鸟住在 小鸟在那个棚底上走 能看到那个脚丫子 然后它住在那个 它其实小麦布嘛 就搭着一个棚子 然后它住在 它妈妈住在那个货柜 就是那个柜台上面 好高的柜台 它妈妈住在上面 它住在那个箱子 出来的床 然后它的旁边全部都是青草 会开黄花 就是全都是在土地上的 然后一旦下雨 就家里到时候都是那个水 它就写得像水晶宫一样 就是那种描述 你表面上看起来说 哇 那地上有青草 有黄花 然后你仔细想想 那个生活静 其实是个辛苦的生活 对啊 它就冬天更冷的时候 它比如说它身上棉被上面 潮潮的 然后要盖一个塑料布 塑料布上还落着雪 就是它睡觉的时候 就是为了隔那个 还要盖一个塑料布在身上 那不就冻坏了吗 是啊 真不可思议 这它最 当然现在没有了 它现在已经搬到一个 自己买的房子里了 当然还在新疆了 富运县 有一个院子 然后它跟它妈妈感情特别好 对啊 它当时妈妈也老了 台湾也带妈妈一起来 是 很可爱 它妈妈好喜欢那个台湾 而且还是跟团来的呢 并没有自由行 最早的 最早的时候就跟团来 然后对台湾 真是赞不绝口 新疆跟台湾落差很大吧 天气啊各方面都不一样 我可以读一下 它写的那些很可爱的部分 比如说 可以先读它那个住的那个房子 好来开始吧 我家床底长满了青草 顺放着黄花 屋顶上停满了鸟 那些鸟的小脚印细碎地闪烁移动着 清晰可爱 给人一种叽叽喳喳的感觉 虽然我们没有听到它们在叫 我们在帐篷里愉快地生活 不是抬头看着透明顶棚上那些调皮有趣的小脚印 看它们浑然不觉 放心大胆地在我们头顶一览无语地展示它们的快乐 有时我妈会爬上柜台站得高高的 用手一直戳顶棚 开始它们不觉察 只是可能觉得有些痒吧 但在原地蹭两下 后来我妈戳中了 开始敲击 它们也只是漫不经心地跳开去 就像在大树上感觉到一片叶子抖动那样不经意 一点也不大惊小怪 我妈满脸地笑但是忍着不出声 鸟跳到哪就点击到哪 想象鸟们纳闷奇怪的表情 有一次我妈把手从两片搭在一起的塑料布的接缝处轻轻伸出去 居然抓住了一只 我们玩了好一会儿 又把它从那个缝里扔了出去 它连滚带爬地飞走了 听起来好像我们跟大自然有多亲近似的 其实不然在这里牛总是来叠我们帐篷的柱子 狗偷了我们晾的干肉 顾客和我们吵架 风也老掀我们的屋顶 我妈从森林里拖了几根小岛墓回来 叫上几个小伙子 咔嚓咔嚓地架上屋顶 想着他们用压着棚 用他们压着棚布 风就没办法了 结果刚刚搁上去最后一根 突然一阵惊天霹雳地 劈里啪啦稀里哗啦 房子就给压塌了 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些雨天 四面八方都是水 水晶宫似的 一抬头 一串冰冷刺骨的水珠躺进脖子 缩起脖子赶紧跳开 却一脚踩进一个水坑 我妈一般把我家的帐篷换作鱼网 比如她说 看什么看赶紧回鱼网带着 在那个鱼网里睡觉 被子上还要搭一层塑料纸 雨时不时的总会有打在屋顶上 房子里也总会有碎雨 如萌萌般的雾洒下 枕筋和背头潮潮的 有时雨下着下着就感觉不到水雾了 外面静静的又让人莫名的激动 上面的天空 萌萌的换着动人的红色 我便知道下雪了 你看她 她在这个很麻烦的情形下 她突然就说 我又莫名的激动 她已经忘掉自己的那个处境了 然后她盯着那个顶棚 她说哇 好像泛出了一点红色 然后感觉外面下雪了 所以就是她其实真的是非常鲜明活泼的 把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处境描述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起来似乎是 其实是很辛苦的生活 可是你又感觉到 这中间充满了很多的趣味 就像你刚刚讲的 在看的时候 你忍不住会笑出来 但其实那是一个真实处境 可能大部分人笑不出来的一个处境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中间 她的生命力是很强很强盛的 难怪他们会说 这个野生的这个作家是 不是一般的人写得出来的 所以住在都市里头写的文字 跟住在这个牧场里头写出来的文字 果然是非常的截然不同 休息一下再会 好 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郑立文 阿加沙的妹妹呢 来跟大家介绍呢 事实上在两岸非常火红的 这个来自于新疆的作家李娟 这个年轻的女作家 那么她的故乡是在新疆 相当北边的 那边算是牧园了 对 其实她是成都人 四川人 真的啊 但当时那个爸爸是兵团的 然后到那边去了 所以她是汉人啊 是啊 要不然她怎么不是一个牧民 她是一个做裁缝 她妈妈是做裁缝 可是因为你说她们的小卖部 就有点像我们说干妈点嘛 杂货店的这种概念 那可是因为她们那边 都是游牧民族 杂货店也必须跟着走嘛 所以她们的生活条件 其实从她的文字里头 可以感觉到 其实是非常贫瘠的 是非常的简陋到不行的 她就跟她妈妈两个人吗 还有外婆 最早是有外婆 后来外婆去世 就三个女的啊 对对对 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 她爸爸是去 她只是在她的文字里头没提到 没提到 不太知道真实的 可能爸爸妈妈分开了 有可能 好 那所以再跟我们念一段吗 她讲得很好玩啊 比如说她跟当地人交流 你想她们真的是语言不太通 她妈妈待了那么多年 也就会一点点语言 所以可能譬如说哈萨克语 它是不通的 不通不通 会一点点 像我会什么 就是你会说几句 你好啊 再见啊 那边在地很多人是不会讲汉语的 对尤其是那个深处的牧民 对对 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太一样了 好 然后呢 就是比如说她写她怎么样跟当地人交流 就是 她说让我苦恼的是 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让叶肯别克理解 这个一个人的名字 啊 叶尔肯 你怎么在这儿啊 然后那个回答 啊 你好 你好 啊 你也好 是的 对对对 你干什么去 好 可以可以 我先到那边去一趟 是的 是的 就鸡同鸭讲就得 你这几天怎么不到我家去玩了 好 可以 我外婆这几天生病了 对 是的 是的 我那是性子跟她比划 外婆就是那个老奶奶 躺在床上 胳膊不能动了 这个腿也不能动 不吃饭难受极了 啊 那太好了嘛 好得很嘛 完全没有听懂 就是 我觉得真是有意思 就是 还有讲了一个场景 比如她外婆在那时候外婆还在世的时候嘛 在外面早上做早饭 嗯 然后早上几个维族老乡 维吾尔族的来这边牧区收那个羊皮子 然后我也她那个炉火在烤火嘛 那她人在一起 这种荒野上就是要交流的嘛 嗯 那也交流不了啊 她外婆在做饭 他们就 你一句我一句的夸外婆高瘦 身体好 能干活 而我外婆一直到最后都以为他们在向她讨米汤喝 然后偶尔说出一句话 就外婆说出一句话嘛 那些人马上一时叫好 纷纷表示赞同 还鼓起掌 哪怕是她说稀饭怎么还没开 就维吾尔人很可爱 就是你这个老婆婆说一句话 他们就鼓掌 然后他们是听一懂 他们能听懂一懂一点点语言嘛 所以她和她妈妈就缩在帐篷里 悄悄的听就笑肚子疼 就是就是他们的这个交流不畅特别逗 就是能够感受到他们 但是和当地人当地人都很友善嘛 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很神异的场景 就是李娟在河边洗衣服 那很寂寞了 因为你在那个新疆地区 你可能长时间一个人都没有 他写了一个下午 他其实他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 常常胡思乱想 就希望 为什么没有远处走来一个小伙子 冲我微笑 跟我愉快交谈 跟我谈一个恋爱什么的 怎么就没有这样呢 他整天在胡思乱想 那有一天 你看 我在河边洗衣服 慢悠悠地磨蹭 一洗半天 干一会儿玩一会儿 静静地自由自在地 有时也会感到寂寞 偶尔抬头往远处看一眼 可能会看到另一个人 骑着一匹马 从商谷镜头出来 越来越近 每次总希望 他是到我这里来 然后低头接着晾衣服 再抬头时 说不定他真的来了 不是他 他正在岸边那边戏马 没有走独木桥 他像小黄羊那样 敏捷而机灵地 纵纵跃跃 直接从沼泽那边跳过来 他一踏上河中央小舟 就比比直直地走向我 好像对我说了些什么 又好像什么也没说 就这样静直地走过来 到我的面前 直直地望着我 多么奇妙的一个下午 一个陌生的 语言不通的 不过才五六岁的 哈萨克小孩 在阿勒泰山脉深处的峡谷里 在一条美丽的河边 默默地坐着 我心情愉快地搓揉着衣服 不时抬头对他笑着 然后忍不住唱起歌来 一首接一首地唱 那个漂亮小孩 就面对面地坐着 久久地望着我 偶尔也站起身 在小舟上走一圈 又回来 原地坐下 摸摸自己膝盖上的补丁 然后再抬头看我 他的眼睛 眼白干净清亮 眼珠是明亮的银灰色 留意着淡淡的褐色和绿色 同人则大而漆黑 后来 我笨拙声色地用哈语 问了一下他的名字 他居然听懂了 叮叮咚咚地回答了一声什么 我没听清楚 什么 他又叮叮咚咚重复一遍 我还是没听清 却不好意思再问了 我们唯一的这一次对话 便在记忆中的那个下午 沉浮闪烁着 让一切都亮晶晶的 那实在是一段 妙不可言的时光 那个小孩子从远方走来 似乎只是为了 陪我一个下午似的 我们之间迅速培养起来的默契 我们之间的亲近 似乎是天生的 为什么以后 我就再也碰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了呢 你看 他是写这样一个下午 一个陌生的哈萨克小女孩 牵着一个马从对岸过来 并没有走小桥 而是走沼泽地 像一个小黄羊一样 知道知道那草原上的小黄羊 蹦蹦跳跳地越过来 然后坐在他面前 陪着他一下午 这就是两个陌生人 他好像在草原上遇到了精灵了 是啊 你要把这个状态写得 描述得多好啊 我觉得李娟是没发夫妻的 很多人做文学研究的人 写李娟写一篇论文 我都觉得不忍足看 就是你没发分析 其实我觉得李娟最好的 怎么阅读李娟 就是把它读一遍 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了 因为他这么红 所以还有另外一门学问 是研究他的就对了 已经有文学 现代文学研究人员 写那个李娟的那些论文了 对 但是我觉得李娟 就是不像很多文学的 那个作品一样 是可以分析的 他太难分析了 他好像就像 就像那个流浪成说的 他就像土里长出的麦子 一样那么自然 你怎么去分析 一棵草 一个麦子呢 就是你把它分析出来 你说麦壳麦子 麦人 就是麦人这样的 然后分出来 是不是就要做成麦片了呢 就是我觉得他写他妈妈 比如说他妈妈 他有篇作文叫 妈妈知道的麻雀窝 就是他 他有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他鞋子全部坏掉了 所以就拿到城里去修 修鞋子 那修鞋这样也不是 在草原上随时可以找到的 所以六双鞋 全部拿的去修了 结果他就不能够出去玩了 只能光着脚在周边瞎跑 就是他妈妈整天 跑得很远的地方 他妈妈也是很浪漫的人 我觉得很乐观 然后就跟他说 我今天啊 在那个什么 哪一个山坡的 哪一个边上 有一个矮松树 松树后面 有一个悬崖 悬崖你们这儿 然后一个洞挖 中处 发现一个麻雀窝 然后就讲 生了一窝小麻雀呢 然后他妈妈每天就 像那个新闻播报员一样 讲那个家 麻雀一家的动向 今天麻雀怎么了 长 比如说长了羽毛又丰满了 或者什么 就是他每天就告诉 李娟这个事情 李娟就听得很心痒 很想去看 他妈妈说 我不会告诉你 具体在什么位置 干嘛 然后反正他也没鞋子嘛 就是他每天听他播报 李娟就很羡慕嘛 他妈妈 就是我为什么 就不知道这些事 然后我的鞋子 什么时候到 就后来过了很久很久 妈妈还是很 每天都出去 也游逛一圈 因为小麦不是常常有人 他妈妈经常说 你看店 反正你没鞋子 我就出去逛一圈 然后回来就又播报 很多新闻 这时候李娟就 他看着李娟羡慕的 那个眼神 他妈妈就很得意 他就跟李娟说 嘿我告诉你 有什么情况 然后最后李娟就说 告诉我在哪 妈妈后来有鞋子回来了 就说你去看吧 在哪哪 全部都找对了 然后翻开那个松 他说李娟就说吓死了 结果他翻开 没有看到任何埋雀的踪迹 然后反而出现一只蛇 李娟就说 天哪 这大自然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像他 像我给我妈妈这样的人敞开 这么奇怪一样的秘密 而对我就什么也没有呢 就是有一只蛇呢 他写一个很简单 这样一个作文 讲述非常生动的一个日常时刻 但是你又觉得 人可以如此欢乐 然后又神奇的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欣慰啊 对 真的不需要电视 也不需要手机 谢谢 好好好 谢谢大家三妹妹 a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